哪一個五官它的功能最多 一定是嘴巴 你看眼睛只是看 鼻子只是呼吸 耳朵只是聽 嘴巴呢 講話 唱歌 吃東西 也可以代替呼吸 也對 它好多功能 還有可以當作武器 可以咬人 還可以吐口水 都是攻擊人家 最重要它是性器官 什麼 老師 嘴巴又是性器官 就是所有功能你們最多的 眼睛 耳朵 鼻子 很難 嘴巴可以做到這方面 你看 多少功能都在了 你看 寶老師是不是 叛逆襲來得多晚了 真的耶 都沒在怕 這一項又是一個副 只是對先生而言 對他的男人而言 床上是當作 嘴唇不可以太厚 嘴唇厚本來是好的 太薄的人講話比較無情 太厚的人比較有人情味 可是你太厚又表示什麼 有兩個太強 一個色欲太強 一個吃的食欲太強 你想 色也好 食也好 這兩個一定要花錢 一定要浪費 挑好的吃 不好的不吃 還要亮妹 還要亮妹 對不對 你要射妹 要射嘛 就是說這個 巧的還不要 就是你要花錢 這些都要花錢 所以你就不是簡約的生活 適當就好 現在我可以說是結婚 也可以說代表一個 感情的肉欲方面的狀況 你看一下我像我的圖上面這邊 有好幾條好幾條 那我們這個年紀是這樣計算的 從下往上算 就是說你戀愛幾次 或者有肉欲方面的關係 有幾次 從下面往上上有幾次 當然你不是說有十次就要十條 不可能 就是說表示多條就表示多次的意思 那我這邊用人相學的角度來講 先講一下基本條件 有的基本條件 其實下面就不必了 因為有基本條件 它就能夠吸引好男人 我們說好男人就是 正桃花 金桃花 那爛男人就是說 他只是來玩一玩的 他只跟你這樣一下子 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一個長久的意思 那就不是好男人了 我們說好男人 表示條件又好 他又是真心真意的 好 我的基本條件是這幾項 第一個 我們講男人 就是先生一定是看鼻子 看女人的鼻子 要鼻震準峰 鼻震準峰表示他有吸引力 會來電 不是看胸部喔 鼻震準峰 很膚淺耶 看胸部 你覺得你們老公 第一眼看你們都是看鼻子嗎 不是看胸部喔 不是 我覺得我們的胸部可以嗎 我們裡面只有萱萱可以好不好 難怪他對我說 他看診都是這樣 不是啦 我再強調 沒有 我們這個講的是 吸引力是完全是個性的吸引力 個性 就是說男人跟女人的鼻子 它是吸引力 兩個頻道相同 就你好的女人 會吸引到好的男人 否則你就吸引到爛的男人 第一次就因為是藍牙在連 對 這樣講 他的頻道能夠對上去 或者來電 剛好能夠吸引到 適應看鼻子 其實天仓開闊 天仓就是太陽穴的部分 要開闊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的懂事 很聰明 很智慧 知道要怎麼做 這樣下去 每一場友情 我們講 一個人有魅力 有魅力就是眉毛加女 就是妹 就是說你每一場友情 表示他有女人味 感情豐富 他能夠吸引到好男人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跟兩位貴賓 總共是三位 都是屬於這個基本條件 多到 那下面我再講 追加條件就是加分 可能吸引得更好 越多越好 這四個不一定要全部到 有越多是越好的意思 就是說你已經有這三個了 我們再來加這一個 好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 其實我們節目進行到現在 大概有二十分鐘左右了吧 觀眾朋友可以慢慢觀察 他們的講話 他們的講話是怎麼樣 出門是貴婦 要當貴婦 首先是從講話開始看起 厭與聲和 就是說他們講話 不是那種很粗魯的 好像要吵架的 哗啦 哗啦 哗啦的 像那種 他們剛剛是很溫柔虛假的浮誇 沒有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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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柔但浮誇 你最愛他們講話非常清楚 他們講話一件事情 非常有條理 不是你講話 有些人講話 他講什麼 等一下拉到那邊 他扯到 不知道他講什麼了 你知道他們講話 非常清清楚楚 條條理理 非常的端正 那講話代表他的 就是他的態度 他的為人 就是非常的端莊 有條理 聽起來 這個真的聽起來很好聽 不過有的聽起來 很刺耳 有的聽起來很高 有的很粗 有的破掉 那種都是屬於不行的 我們這種是好的聲音 他是貴婦的 貴婦就是要這樣的態度 講出來聲音 聽起來就是喜歡 這是第一項 有貴婦 有漢婦 對不對 有貧婦 所以今天講的是貴婦 第二個 這個很重要 要抓住男人 要抓住男人的胃口 就是廚房是主婦 就是在廚房裡面 你可以煮好東西 他本身當然也是這方面 很有才藝 很勤快 味覺很強 能夠煮好東西來 讓男人喜歡 所以這個要 耳大租圓 就是像我這樣子 耳朵不能太小 不能太尖 耳大租圓 就剛剛所講的 他本身的手藝 本身又勤快 樂於做這件事情 然後服侍男人 那個你知道 這個好男人當然喜歡 好男人當然被他 自得服服貼貼的 好 再下去 還有個婦 什麼婦呢 對外是真婦 就是說一個好的女人 要吸引好男人 你一定要是 很愛情要專一 我這意思就是說 愛情專一 木神澄清 木神澄清 眼睛不要容易髒髒的 紅紅的 但是除非特別 你那天晚上之外 一般人眼睛是很清澈的 就是他感覺很 對自己的老公 非常的專一 不會給人家一引誘 或者人家用別的壞男人 一引誘 他又跑掉了 很不專心 三心兩意的 所以呢 對外要征服 就是在老公的面前 對 看韓劇 看到花美男子說 不好看 好逼人喔 街上看帥哥都說 不好看 平常在家裡真的看一些偶像劇 韓劇的時候 他都會問我說 這個男生長得挺帥的吧 我就會說 是滿帥的 但是好像你比他更帥 哇 你看啊 劇劇妳很假 對啊 他本來就很帥啊 溫柔而浮誇 好 這我們還有看一個 我們這邊列出來 他一個嘴巴沒講到 你看鼻子 這個眼睛 這些什麼都看都講到 他一個嘴巴沒講到 我們注意看 我們人在臉上有五官 耳朵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哪一個五官 他的功能最多 一定是嘴巴 嘴巴 對 你看眼睛只是看 鼻子只是呼吸 耳朵只是聽 嘴巴呢 講話 唱歌 吃東西 可以代替呼吸 也對喔 他好多功能 還有可以當作武器 可以咬人 對 還可以吐口水 對 都是攻擊人家 最重要他還是性器官 什麼 老師 嘴巴又是性器官 就是所有功能 你們最多的 眼睛 耳朵 鼻子 很難嘛 嘴巴可以做到這方面 你看 多少功能都在了 你看 是不是叛逆襲來得多萬 真的耶 都沒在怕 這一項又是一個副 只是對先生而言 對他的男人而言 床上是蕩腹 喔 對不對 所以是口角分明 你看 這個你要男人喜歡不喜歡 只對他好 這個又是蕩腹 所以這幾個你都加上去 越多越好 好男人一定牢牢的吸引住 跑不掉 老師你講得非常好 感情的過程 酸甜苦辣 最後一帆風順 是 好 這種我用手相兩相 面相兩相來做個說明 首先手相第一相的是看這一個 第一個是感情線中段 感情線在我們手上是最長的 這個很聲明的這條線 中間中段 這個中段並不是說中段一次的意思 可能是好幾次 前面都是失敗的 最後才會平順來 也就先苦後甘 感情線中段這種狀況 第二個狀況是這裡寫著 或者結婚線多條 結婚線我可以說是結婚 也可以說代表一個感情的 肉欲方面的這個狀況 你看一下我像我的圖上面這邊 有好幾條好幾條 那我們這個年紀是這樣計算的 從下往上算 就是說你戀愛幾次 或者有肉欲方面的關係 有幾次 從下面往上上有幾次 當然你不是說有十次就要十條 不可能 就是說表示多條就表示多次的意思 但是最後的最上面這個 是平順的 表示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前面都是亂的 我剛剛講嘛 酸甜苦辣 喜怒哀樂 最後風平浪靜過了 最上面這條是好的 這兩種狀況都是代表首相 你可能前面是苦的 後面是乾的 第二個還是用首相來看 首相我們直接看這個 中指下面這叫命運線 命運線講命運 當然我們感情也是命運的一種 它可以說是你的工作事業 錢財都行 但是也代表感情 前面開始 始亂中明 始亂就開始前面亂七八糟 可能是以前就是年輕的時候 或者前面的那一段 亂七八糟也是不一定 或殷勤圓缺也不一定 但是後面漸漸的苦盡甘來 像道次勘這一樣 後面是平平順順的 終於結局非常的圓滿 如果有這種長相 也是代表你的感情 先苦後甘 下面我是用面向來看 第三項面向來看 首先第一個看哪裡 看你的夫妻公 夫妻公它我這裡寫著 要略略的低窄就是不好的 什麼叫低 就是正面看 這是寬 這是低 就是這一個地方會往 這一段的距離 往眼睛過來就是低 有 會比較低的感覺 有 第二個是窄 窄是代表眼睛跟頭髮之間的距離 要寬一點才好 這是因為既然叫腹肌或腹肌 這代表腹肌的狀況 你的感情 那個起伏 就是前面呢 你算算得到了 你可能會失去 因為你略低窄的關係 就是婚姻的這一塊 你經營的沒有的很好 是 或者一開始前面的那個地方 都是讓你失敗的 最後才能夠成功 這是第三項 用夫妻孔來看 好 第四項呢 也是用面向來看 面向看哪裡呢 叫做三拳很明顯 三拳是哪三拳 就是額頭跟兩個拳骨 額頭跟兩個拳骨很明顯的話 通常這個 如果說以事業來講是不錯 但是在感情方面的話 就是會保護自己 結果那個佑子你的這個拳骨 是好像又比較大了一點 很明顯 很大 很有力 那這個就是 剛剛你前面講的 拳骨拳骨是拳力 但是我們現在來講 感情不只講拳力 就是兩個會碰撞 互相責罵 或者發生摩擦 然後受傷 但是最後結局還是好的 因為你最後的結局 因為還有一個三拳 還有額頭的關係 額頭的代表你頭腦的去思考 當然也代表工作的思考 多算 那經營的最後結果還是不錯的 所以這叫三拳明顯 就是前面是苦的 後面還是會苦盡甘來 好 那其他觀眾朋友 用你自己做參考 哪些守面向的人 老後可以過 簡約的清閒生活 好 我先說一下 這個簡約的清閒生活 不是指說吝嗇小氣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回歸自然 順應天地的環境 簡單 樸素 簡約 不要奢侈浪費這個意思 那麼這個呢 我在人像上面 我分四種 舉出四個特徵來說 但是都是用反面來講的 什麼叫反面來講 我們看第一項 第一項就是說 筆準不可以太風 對 我們的筆準是代表 代表財博 代表錢財 那就四中的大就好 不然太大太大太風 變成什麼 你物質欲望太強了 物質欲望太強就是說 衣食住行 十一住行 你要吃好的 要穿好的 要住好的 自然你就覺得要花錢了 而且這個要求就越來越多 你越來越多 就沒有辦法做清閒的生活 所以第一個我們說鼻子不要太大 是 好 第二個也是一樣 用反面來看 就是 嘴唇不可以太厚 嘴唇厚本來是好的 太薄的人講話比較無情 太厚的人比較有人情味 可是你太厚又表示什麼 有兩個太強 一個 色欲太強 一個 吃的食欲太強 你想 色也好 食也好 這兩個一定要花錢 一定要浪費 要挑好的吃 不好的不吃 還要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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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射嘛 就是說這個 醜的還不要 就是你要花錢 這些都要花錢 所以你就不是簡約的生活 適當就好 第三個也是一樣 適當就好 就是耳珠 耳珠大本來是好 有錢 有福氣 我們這麼講 可是不行 你太大變成 你對金錢的追求太高了 一直要想 毫無止境 剛剛講嘛 要一百塊 一百塊我還要兩百塊 等到你有兩百塊 你要三百塊 因為你永遠無止境的 要追求錢財 追求錢財 還有呢 你耳珠太大 就愛享福 老師為什麼每個講說 你的耳垂好大喔 你福氣好好 你命好好喔 真的真的 我們做媒體節目這麼久 每次都說 他這人好福下 老樂有福有福 可是老師今天講的 完全不一樣 那個有福是物欲啊 或者是錢財啊 但今天講的完全是 心靈的提升對不對 剛才講嘛 今天是我們的回饋自然嘛 自然裡面有什麼 最追求到這麼多的 食衣住行 追求到那麼多物質欲望 應該沒有嘛 就是很清淡的心情 就心靈的這種平靜下來 是是是 轉個念 其實我過得也很開心 所以你老了才能夠做簡化 簡約的生活嘛 是 剛剛講嘛 簡單樸素就好了 不必到奢侈浪費 一直花錢嘛 好 最後還有一項 最後一項呢 就是 印堂不可以太窄 印堂就是兩個眉毛之間 兩個眉毛之間 大概用自己的手指 一指拌到兩指子差不多啦 如果太窄 太窄什麼意思 想不開 你會跟人家比較 別人家怎麼做大官 我以前的高中同學 他現在做大官 我以前的大學同學 現在花大財 你跟人比人 氣死人 你就受不了 怨天由人 為什麼人家那麼好 為什麼生活那麼簡單 他不肯 他也想要追求 那有能夠吃 趕快聘命就要找機會吃 有好的穿 又聘命找名牌去穿 這樣的話 這麼就不可能簡約 今天我們的題目講出來 就是我們到老了 可以能夠簡約的清閒生活 不必追求太多的物質欲望 或者其他的色 什麼各方面的欲望 都不必 是喔 簡單的生活回歸自然 所以活得一定很輕鬆 而且還長瘦咧這樣子